- 大家好欢迎收看总向于我算同头过于迷迷 那我们先看今天表现 今天它们一样形成一个很激烈的震荡 盘中早盘一度一度是大涨178点 那后续盘中一度压回高达176点 等于说这个高低点的震荡弧度 也有超过是350点之多 那后续到收盘 今天台股大盘是小跌一个69点指数 说到这个17458点 那相对我想也在针对近期的一个操作 尤其我们每一天都跟各做强调 就是说随着这波这个台股大盘 在从上个礼拜礼拜四 创高来到18034 实际改写这个台股历史新高 那当然在当时贡献指数一路攻高 我想很重要的这两个族群 包括像航运 甚至包括像钢铁类股 反而在今天形成一个整个盘面当中 沙盘的一个重点 那毕竟针对今天相关的一些电子个股 尤其像台积电的部分 今天收涨一个4块钱 也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指纹 那反之一些包括像电动车 包括像IC设计的这些标的 我想到今天就算盘势形成一个很激烈的震荡 那当然的话这些尤其像IC设计的一些个股 涨停板的这个加速一突落 那毕竟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一样呼应 我老师我们在近期以来 不断跟各位强调就说 轮动盘你的一个标准操作动作 无论如何要有买有卖 那尤其针对短线上涨多 进入到高级期的这些 包括像航运钢铁 我想这些标的我们真的 不建议各位在有过多的一个琢磨 各过多的琢磨 因为毕竟短线上这些标的都已经涨太多 都已经涨太多 那当然的话我想以在目前这个接规点 轮动盘的一个策略 包括像这个有买有卖 无论如何还是要请各位去做到一趟 叫做高卖低买 那至于什么叫做高 什么叫做低 我想针对这个问题一样 我们一样很清楚跟各位做强调 交给工具 我想各位你在股市的一个操作 如果说有一套有效工具的一个辅助 不仅仅能够协助到各位 包括像这个悬股 甚至包括全部上市上柜公司 包括指数期货 个股期货 全部都有 每档标的 它每一趟的这个轮动的一个循环 买点在哪边 卖点在哪边 我想全面性各位你都可以做到第一时间的一个掌握 那包括在今天我想今天这个实际性 今天运输类股 就是说它的成交比重 又超过这个电子股 那等于说今天整体的类股拉回高达7.64% 甚至包括像钢铁 钢铁拉回这个快捷率3% 我想这两个族群 反而形成 在今天整个一个盘面当中 沙盘的一个重心 那相对于电子个股 今天成交比重大概是40%左右 那到收盘一样是收小红 那这个也是更凸显出 这个阶段点一样 如果说各位你手状还持有相关 短线上涨多的这些标的高卖低卖的一个策略 我想这个部分 一样要请各位去做到特别特别留意 那包括我想以今天大盘收盘是收跌一个69点 那各位你不妨看一下 整体这个IC设计的这个族群 我想到今天涨停板的这个加速 超快快坚失蹈 不管是说像安国尼克森 和瑞亚护典 甚至包括像凌阳 去创委 甚至包括像这个新唐 MCU的一些个股 今天全面性红通通 还在做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创造 那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实际上结果 我想也提示给各位 不妨把这个阶段点的一个资金 往我们这一路以来 带给各位去锁定了这两大族群 第一个叫什么 IC设计 第二个是针对相关电动车的一些标的 我想这个是后续 从今年以后 整体 长期来讲 产业趋势是往上 不断不断形成一个成长的一个产业 这两大族群 去做到移动 那毕竟我想我们每一天都透过 就是我们正在近期的一个操作策略面的重点 一样 唯一的一个策略叫什么 短波段的价差操作 就是有买有卖 操作循环大概是一个礼拜上下的时间 无论如何 根据讯号我们来掌握这个轮动 不同的轮动族群 我们就是要有买有卖 高卖低买 什么是高什么就是低 我想我们全面性 什么该买什么该卖 工具都可以第一时间很明确 来告知各位 那至于我们要买进的全面性都是这些低位阶 包括像爱奇设计 包括像电动车 品盖的这些个股 你不需要用追高的方式去做买进 我们就是把握这些强势多头个股 把握它的回撤买点 买了就对了 买了就对了 后续持续性就做到一趟创高 我想这一趟的一个获利 就一样 可以让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你再去做到一趟实现 各位这个获利的一个动作 那包括 这个timing 轮动盘 高卖低买 什么叫高什么叫低 包括像航运类这些个股 我想我们今天分享各位的这些线图 全面线图是 拖断的一个角度 日线的 包括像航运的像长荣 货柜三雄的长荣 当时买讯在5月27号 那当时我想 为了说我们也都有分享 各位等于是说 整体航运类股 从这个当时 在差不多一个多月之前 6月初 那时候5月底6月初的时候 一路创高 短线上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足足涨了多少 涨了超过一倍 起一倍 当时的电子个股 6月份7月份 一路从6月到7月一个多月的时间 积极乎乎是没有动的 那这个是之所以 为什么我们在当时 不断不断 每一天跟各位做提示 我们就基于风险 跟这个报酬 利润的一个平衡 平衡的一个原则 不好意思 就基于这个风险 跟利润的这个平衡原则 你卖高基期 往低基期 去做移动 那这样子实际上结果 买低基期叫什么 风险有限 而利润无限 后续 或许各位 都可以去做到一趟 叫做一趟赚完 再接一趟 那包括像货币三小 像长荣 当时买点 在5月27号 这边 85块7 后续 公高 一路创高 一样创它的历史新高之后 卖讯 201.5 我想这个价位讯号 都是清零足足 那等于是说 今天长荣盘中 也打到跌停 收盘是大跌 8.6% 那相对 跌破这个月均线 我想这就是说 这种形态 这种个股 已经正式转空 一样请各位 无论如何 把握任何反弹的一个卖 还是要执行这个卖 轮动盘就是要高卖 低卖 静待修正完成 完成之后 会有回射讯号 回射买点讯号产生 你再来做回接的动作就OK 长荣是如此 闪装的像新星一样 买点在这边 卖点在这边 一样 大概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涨了94.5% 像刚刚像这个长荣 从5月底到7月9号 涨了135% 涨了一倍多的个股 你还能寄望它 还能够是涨到哪边去 所以说 卖高基期 就往这个低基期的个股 来做移动 新星来涨了94 94.5% 钢铁类 包括像中红 卖点在这边 6月28号 卖讯号在这边 一样 有买有卖 现阶段 全面性都已经落入到空头 跌破月线 都已经跌破月均线 转空 官田钢 买点在6月25号 卖点在7月14号 这一趟这个价差大概40% 一样 现阶段 到今天 今天收盘是跌了6%多 相对就是说 今天正式跌破 上完了这个月均线 后续月均线 能不能再把它板上去 就是说 你还是要去做到后续密切的观察 一样无论如何 请各位针对不同基期 卖高基期 卖低基期 我想这是我们一路 每一天跟哥做提示 这操作面的重点 那包括 我老师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有特别针对 一些我们要带各位买 就买一个叫真正的这个多头股 那什么叫真正多头股 包括 屡创新高 强势 创高的个股当然一定是强势 不要去用追价的动作去做买进 像前波 它这边攻涨停 创高 我们不追 静待回撤 做一个修正完成之后 买点讯号产生在38.9% 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 直接分享各位的一档个股 那这一档标记 一样是IC设计的一档个股 IC设计 今天领养 一样涨停板锁住 今天锁在43.9% 持续性做一个创高 一样 买就买这种叫做回撤的一个买点 后续持续性做创高 我想这个后面的各位的一个获利 一样能够带给各位相相不错的 很丰硕的一个获利 不用追高 把握了个回撤买点就OK 那另外包括我想我们在今天也特别针对这个族群 相关像这个2327国具 被动元件的龙头 今天尾盘正式产生这个买点 买点需要在这个582块钱 那相对我想整体的 被动元件这个族群 我想经过股价 也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修正 那这个波段从它创高点615块钱 修正50块钱 回撤上弯的月均线 我想这都是个很标准的一个 这个回撤的一个动作 那你不需要去趁它创高去做追价 把握回撤买点 讯号一产生 买就对了 2327的国具 尤其说后续外资也是上调它的一个目标 到这个840块钱 今天收盘说在588块钱 我想这个如果如同外资的一个所言 我想这个都还有很大很大一趟的一个空间 自知少少 后续持续性做一个创这个短波新高 是毋庸置疑 今天买点讯号刚好做一个产生 一样直接分享各位 那另外包括像IC 也就是说被动元件像利敦 今天一样讯号一样做产生 买点讯号做产生 5328华融一样是被动元件的 买点讯号即将做一个产生 明天一开盘开红的话 买点讯号就做一个产生 所以说相对应 买股票我想什么该做买 什么该做卖 我想各位你如果说 你拥有一套有效的工具的一个鼓注 当然的话 全面性 好的标的 我想各位 全面性 你都可以 来做这趟完完全全的一个掌握 这针对我们今天相关分享 买讯期将产生 或者是说 已经产生买点的这些相关 这些个股的一个实际上表现状况 那么再讲回就是说 欧老师我们在近期 其实针对相关 带着我们会员操作 或者是说我们这个 Telegram的好朋友们 操作这些标的 全面性 都是当天第一时间 事先的一个分享 我想我们不坐这个火车都已经过了 你再去吹 吹奔逼 不要这样子都没有用 事后马后炮人人都会 那重点是说 你在当下 当时 讯号一产生 第一时间 产生那个当下 你有做动作的投资朋友们 我想这个获利 才会跟各位 会形成职业相关 那我们当然的话 这些相关 这些操作的个股 全面性都在我们这个Telegram 给各位做到一趟第一时间分享 所以说还没有加入 我们这个Telegram的好朋友们 你就可以直接 扫描我们的QR Code 或者是说 你有下载这个APP TelegramAPP的投资朋友们 直接输入我们的账号 GOOD58168 直接做一个免费的加入 那包括近期 我们从7月以来 我想6月份之前 的相关操作就忘记了 因为已经一段时间了 相对从7月份以来 带给各位相关操作的标的 港款全面性 都是第一时间分享 包括7月2号 工具早上九点钟开盘之后 挑出来就这两档个股 第一档叫金像光 第二档叫做腾辉电子 九点开盘之后 挑出来 我们在9点20分 一样 第一时间就马上分享给各位 那包括金像光 一样这两档标的全面线都是 相关这个电动车的一些 相关零组件的一些个股 包括做这个CIS 影像感测器的这个金像光 分享各位那一天 7月2号一当准多少 我们在当时分享各位 买点在163块 163块 后续一路涨到240几块 这看涨了多少 各位 你不妨自己去算一下 6-70块钱以上的一个价差 事先分享 事后做验证 那包括我想与金像光一样 买点讯号产生之后做买进 卖点在7月14号 高档卖讯224块钱 那轮动盘一样请各位 要特别特别切记 有买就说有卖 我们买股票的目的 就是为了用更高的价格 去实现这个获利的动作 160几块钱就做买 224块半卖讯产生 我们做卖 把这一趟的这个价差 快接近40% 37.7%的获利 获利先放口袋 那以金像光今天收盘 大概收在212.5 我们卖点是在224.5 一差也差了十几块钱 全面性还是跟各位老话一句 会买 无论如何也要会卖 那你有这个工具讯号 不仅仅能够带给各位 买得漂亮 卖得更漂亮 金像光的部分 当时创高不追 把握回撤 买点新墙就产生 后续再做一个创高 赚这一趟 大概一个礼拜上下的时间 快接近40%的获利 轻轻松松 放到各位 你的口袋里面去 不追高 把握回撤的买点就OK 金像光是如此 腾威电子赶快 7月2日分享各位的时候 143.5 一路飙到快接近200块钱 改写它的历史新高 卖讯产生在180.5 等于说这一个波段一样 37.5的获利价差 差不多26%的获利 有买有卖 获利放到口袋里面去 这个才叫扎扎实实的获利 毕竟我想这些个股 如果说各位 你一路一路都错过 那这些标的我想 全面性第一时间分享 第一时间分享 如果说各位 你唯有拿出积极的行动 你先买到赚到 我想这个获利 才会跟各位有相关 如果说各位 你一路验证一路验证 只是在验证 这个软体有够准 这个买点才能做卖 卖讯才能做卖 很准很准 我想对各位的荷包 一点点帮助都没有 针对当时在7月2号 一样不追高 探你的精力 整理到尾端 配合这个 一样买都买这种 真正多头个股 月线趋势是往上 月线趋势是往上 但还在月线趋势之上 随时都还会说这样创高 创高 创历史新高来到194块钱 腾飞电子 那针对我们在7月5号 7月5号一样 有没有分享 一样全面性事先分享 当天 10点 7月5号的10点15分 我想针对汉磊这场个股 买点讯号 我们分享 各位那时候 即将做一个产生 买点 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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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后续有出来 在79块半 我们在10点15分 大概快接近11点的时候 买讯做一个产生 79块半 当时一样第一时间分享 7月5号 买点不到80块钱 后续我想涨到120块半 相对于 那时候我们在这个点 分享各位 在这个点分享各位 到前天 创历史新高已经来到120块半 一路你都不会被洗掉 一路都没有卖点 相对我想以汉磊 昨天产生卖讯 在109块钱 那各位你的操作一样很简单 有买有卖 把这一趟这个价差 超过37%多的一个获利 先放口袋 先放口袋 那毕竟针对汉磊的部分 我想各位 你一定还有个质疑 像今天 今天汉磊又拉到涨停 拉到涨停 相对 卖讯产生我们做卖 那今天拉到涨停 我想后续 后续如果说又产生下一趟的一个买点 我们再做一个重新的一个买回就OK 全面性都是根据讯号的一个动作 简单的一个操作 讯号产生我们就做动作 透过这样简单的一个动作 轻轻松松的获利 那当然卖性产生 我们宁愿各位卖错 你都不要去报错股票 报错股票 有时候会加破人亡 有时候下场是很不理想的 报上去又报下来 我想这是我们最不乐意去看到的实际上状况 那毕竟 这算是一个很超强势的一档个股的表现 后续又会产生买点的话 冲息量你是少赚一点点 我们宁愿少赚你都不要去赔钱 宁愿少赚你都不要去赔钱 汉磊的部分 一样根据讯号我们来执行 这个动作 一样短短一个礼拜多一点 37.1% 获利一样换口袋 台阳赶快 当天我们在7月13号 卖掉正打之后 我们转进 当天唯一买进这两个股 会员在9.28%买进 买点在51.2 台阳 一路攻高 到昨天产生卖讯在62.6% 那62.6% 这个讯号一到 这一趟价差 一买一卖 22.3% 获利一样换口袋 卖完之后做拉回 今天继续跌1.5% 一样 全面性操作一样很简单 根据讯号我们来执行 第一时间的一个动作 卖点产生做买 卖讯才能做卖 针对台阳的部分 一样实际性做一个创 创它那个近20年的一个新高 全面性党党标的 都不需要去用锥的 都不需要去用锥的 你就把握它的回测买点 那这个回测买点需要当然话 工具第一时间 都就可以很明确 来协助各位去做 再让完完全全球的一个掌握 买回测点 风险有限 而利润无限 当然的话 我们操作一样要严格 绑住这个停损 停损就是5% 定5% 全面性 透过这工具的一个操作 全面性 你就是很简单的 根据讯号的一个动作 就OK 一买一卖 有买 就是要有卖 低买高卖 全面性 都是不断不断做一个护制 那甚至包括IC设计的 像金豪科 赶快 我们在上个礼拜 礼拜四 金豪科 我们是透过这个软体 就是说 30分钟的买点 率先 做一个产生 上个礼拜 礼拜四 我们在盘中 11点55分 一样 直接分享各位 直接分享各位 照国会来买 照国会来买 毕竟那时候 极短线 就是30分钟的买点 在这个 161块半 已经做一个产生 161点55分 讯号 直接都分享各位 后续 包括 这个礼拜 礼拜一 礼拜二 我想我们每一天 邮差都按340分 每天交你买 每天交你买 我们在当时 极短线买点 产生的后续 预告各位 60分钟的一个短多买讯 也即将做一个产生 当然的话 一样请各位 密切做一个 7月19号 7月19号 买点 前天产生产生在 165块钱 短多的买点 一样 161块半买 165块 继续买 延续到今天 今天已经来到186块钱 186块钱 我想这短短两三天 这个价差 120块的一个获利 即将 又放到各位 你的口袋里面去 全面性 这个一样 今天创高来到186 金豪科的部分 那当然话 我想这些标的一样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张 等于说 这个接览点 像当时的相关的一些 电动车的 像正达一样 一买一卖 第一趟 前面那一趟 6月16号 一买一卖 34.2% 都是根据讯号 卖掉之后 做拉回 后续 7月2号 我们重新又做买回 买回之后 一样拉高 7月13号 一样获利 当天盘中涨停 收盘有打开 我们在 这个12点45分 我们去用一个市价 做卖出 卖了47块半 卖掉之后 为什么要卖 一样高档 爆量 卖掉之后 快速做拉回 到今天 已经创低 先收在40块2 差了多少 已经差了7块3 差了15.4% 等于说 这一趟的获利 也不够8块 你会买 不会卖 积极服务 又把获利又吐光光 那我们在当天 卖掉 卖掉腾出资金 再往这个 2314的台阳 去做一个买进 都是一样 成功的获利模式 一档赚 再结一档 全面性 有卖 卖了之后 有资金腾出来 我们再做一个 下一趟的买进 都是来来回回 如同像 四星 感觉 前面第一趟 一买一卖 95块 第二趟 一买一卖 78块 第三趟 一买一卖 62块 三趟加起来 235块 我想这个全面性 天域也是如此 天域这样标的 我想我们在前几天 有分享各位 一样 当时 前天买点产生 后续到昨天 卖点又做产生 那当然话 不然说 我们在当天 有分享各位 包括像天域 包括像敦泰 那为什么 我们是带我们会 买这个敦泰 为什么 就是说 包括像天域 各位看得很清楚 天域在前天 这个小红K棒 当天买点在294 那问题说 月均线 还没有办法站上去 还是维持空头 甚至月线的趋势 是往下 往下 所以说 当天就算 买点需要一产生 我们还是要去做检视 到底是不是多头股 那天域不是多头股 当然话 我们就 稍微先不碰 先不碰 今天天域也大跌 超过14块半 跌了超过5%以上 KD已经破20 破20 那敦泰的部分 我想一样 当时买点产生 昨天卖点产生 我们一样跟各位去做讲调 今天一样又涨回来 等于说 敦泰一样 站上月线 月线趋势往上 那当然话 买就买这种叫 真正的这个多头个股 一样 我想这个相关操作技巧 全面性我们都会在盘中 帮我们的货远 去做到完全的一个掌控 防疫的像南地一样 有买有卖 卖掉做拉回 你只会买不会卖 报上去又报下来 全面 获利又吐光光 获利又吐光光 我想这是 为什么我们不断 还是跟各位做的强调 你要有买有卖 那针对这个工具 我想除了可以协助各位去 就是在精确悬股以外 买卖点的一个决定 我想各位 你第一时间做的 掌握的实际上结果 党党标股 买的漂亮 卖的更漂亮 那这个工具 各位如果取得 我们在今天实际上 有提供给各位这个 8888 轻松入会的活动 加入会员 马上可以拥有 我们这一套快打部队 这个超能软体 好 祝各位每人超顺利 我们再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